好 觀眾在金門的大陸及快艇搬船事件 現在還在不斷的延燒當中 不僅在立法院也針對這一次的事件 來進行了專案報告 不過可以看到其實在這幾天 他們都一直在金門跟家屬來做協商 歷經了數十次的協商 似乎還是沒有一個最終定案 不過就在稍早的時候 其實陸方家屬在今天中午 就要先行回到大陸去了 不過海巡署的相關人員 今天也親自到場 而且拿了慰問金二十萬要給家屬 不過死者家屬是不願意收下的 他們就提到了 因為在這幾天的協商當中 沒有獲得一個非常好的共識 再加上他們遲遲等不到 台灣政府給他們一個道歉 所以他們不僅不收慰問金 而且現在似乎協商也進入到一個停滯的階段 再加上他們也提到說海巡署不斷的改口 一下說有影片 一下又沒有影片的 所以讓他們的協商遲遲無法有下一步的進展 這個名稱你對於談判有沒有影響 當然 據我的了解 朝人士不能接受趙偉高映素媒把專案報告取名為金門撞船案 還巡署署長接下民生要立委蘇巧惠做的求 將來如果說或者是什麼撞船 那你怎麼能怪我們說 整個船身是FRP的 而且沒有一點的破洞 也沒有大凹洞 那如果是他講呢 我們40節的高速這樣子垂直撞到它 那它是FRP的 指數大陸船只為躲避海巡追氣 速度2分鐘內從0加速到40節 還搬出準備好的圖卡 說對岸的漁船使用兩個很重的推進器 我們怎麼可能沒有雷達的航機跟影像 全部都交給檢調了 高級素媒痛 披著分明擠牙膏 自己登上質詢台率先確認這件事 錄音由我們只管的這一部分的錄音 全程 從你們發現了這個所謂的三五船隻 一直到落海你們如何救人 這個所有的錄音過程都有嗎 都有 周密吾也解釋 國內記者會上沒公佈雷達軌跡圖 是因為檢調不允許 當我們去協商的時候 有沒有提供這個錄音檔給對岸 這個我們不能提供 為什麼不能提供 這個不就是很重要的證據之一嗎 都是要由檢調來決定 講的過程當中 好像過錯都會歸諸於一方 所以我一直說 那個是會一面之詞 而需要檢調去懷怨 過程之中 如果我們把案情說出去 把所有的過錯都歸於一方的時候 其實這整個過程 雙方的誠信跟雙方的尊重 也是會比較有所欠缺 只擔心互信不夠的不只兩岸 還有朝野 TVS新聞高本里董佑 取得聽點的小組才沒有到 沒有這樣沒有 你不只要過 你不一定 我還要給你 你還要給我給你嗎 路線發布案 海委會被要求來立院報告 還沒質疑 藍綠先就程序發言順序炒一輪 後了20分鐘 終於能質疑 不滿海巡署擅自更改報告名稱 藍營率先發難 其他我們裡面這些內容 我沒有說了 我跟你們要求我這樣而已 我尊重委員 但是我所有應該表態 我已經都成婚表態 感謝 所以你的表態就是 一向這麼厚 如果你不道歉的話 就會開一個惡例也是首例 所以這是請主委 你必須要捍衛海巡的立場的情況之下 拜託就是說 如果我們都支持海巡 請大家也要支持海巡來隔開這個名稱 那麼當時會排這個名稱 我覺得撞船其實是事實 檢察官也好 海巡署也好 你們自己都認為它是事實 也是非常中性的名詞 畢竟是來背巡的管閉林 沒正面交鋒 但此前她是這麼跟媒體說 撞船事件是中國最想要用的名稱 謝謝 高興宿美也公布於管閉林的簡訊記錄 揭露三日下午2點42分 管閉林對趙偉實力逗欠 高興說自己接受 在一個小時後 管閉林發信息說 海巡幾位辛苦 原住民同仁占比多 自己有特別要求注意 升遷上的拔拙 高興說覺得被侮辱 質疑難道是要用原住民升遷交換 報告更明嗎 那是邏輯不同 因為已經接受了何必再交換呢 我想不要把它做惡解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陸傳反覆案行政與律法之間的戰場 無限持續擴大 TVBS新聞等會 劉婷婷N小組台報道 好 所以現在目前 這個金門相關的協商 進行到了15次 仍然是協商破局 而在驚嚇海域這裡 看到今天有一些 在微博上面 有一些網友們就貼出來說 大陸的海監船 8026號也進入到了 金門海域進行 執法巡邏的活動 也非常接近了大膽島 這邊有一些漁船都已經過去了 還有包含廈門的網友 在3月3號拍到了 解放軍的滋陽號導彈護衛艦 帶領了多艘海警船 在金門海域 將台灣方面控制的大膽島 團團的圍住 又這樣子目睹到 這樣的畫面拍下來 CNN甚至登上了觀光船 兩個小時說 目擊到了這四艘大陸船的縣宗 他是說 繞著我們的船在旋轉 船長說這是在監視我們 CNN的記者又跑到第一線去 拍攝這樣子的 現在目前的風聲鶴唳 跟緊張的情況 15次的協商始終是沒有交集 每回都破局 很多人講說 在這樣談下去 還有什麼意義嗎 今天是目前沒有繼續進行協商 因為相關的這些委員 就是陸委會的官員 還有這種海巡署的一些相關人等 他們已經提前返台 是因為立院備詢 他們要做相關的準備 陸方的代表 入台證已經又再延期了三天 就等到海巡署跟陸委會的官員 專案報告之後 才會再繼續進行談判 陸方要的是什麼呢 不具名的國安高層出來講 他說這件事情一開始就定調 是海上執法事件非政治事件 但此案終究是個遺憾 以人道的角度應該給予撫慰金 無關公權力行使是否過當 該船沒有船疾症 捕撈症仍然冒險出海作業 從社會的角度給予撫慰是合理的 大家有看到一個關鍵詞嗎 就叫做無關公權力行使是否過當 直接這樣定調了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講說 海巡有沒有執法過當 他們現在直接就講 我哥不管你 因為你就是三無船 然後好像我們怎麼樣做 都是對的嗎 就是我們國安不具名的高層 還要這樣對外放這樣子的話 難怪就是一直協商都會觸礁 我們看一下這個媒體就掌握到說 第15次會談的主要爭執點 陸方代表是要求我方海巡四位隊員 應該要親自到大陸這邊來報告事發的經過 而且要向家屬道歉 我方是拒絕的 還有就說兩岸的協議共同掩打三無快艇 但是我方認為這個漁船先前曾有多次的違法行為 那刻意的被忽視 所以他會覺得說 就是像是呼應上面的講法 就是因為你是三無船 所以沒有什麼我們執法過不過當這件事情 沒有無關乎公權力是否過當 但是難道如果過當的話 陸方不可以追究嗎 真的如果這件事情退一萬步講是發生在台灣的漁民跟海巡署身上的話 今天還是這樣的局面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夏立妍現在已經搭機返台了 他就說希望這件漁船事件能夠還原 不要讓惡意螺旋繼續上升 他說他跟宋濤的談話有談到 陸籍漁船闖到金門海域的翻覆案 但雙方各有立場 雙方都希望這件事情能夠盡快終止 不要讓惡意螺旋再繼續上升 那他的講法是呼應了蔡政府定調的翻覆 他說我也沒有附和宋濤 就是也沒說跟宋濤的立場一致 他只是希望說惡意螺旋不要再繼續上升了 那到底是誰讓這個執法事件變成了一個統獨的爭議 我們看到這個王定宇的講法 他說根據了解陸方的代表要求台灣海巡人員 要到大陸接受訓問 如果答應這個我們台灣主權還在嗎 人家就是違法的三無船入侵 就我們的水域 那選擇站在違法那邊的人知道自己在支持什麼嗎 他現在就是在 就是只要任何人質疑說有沒有執法過當 就是他口中所說的 你們就是站在對岸那一邊 他們現在不講這件事情有沒有對錯 而是說只要站在他們這邊就是對的 所以現在開始是不是有一種氛圍 勤勒還是怎麼樣 我們現在不能夠判斷到底我們的執法 是不是有瑕疵或者是有過當之處 那洪生漢的講法是說 國民黨連個屁都不敢放啊 你看宋濤霸凌台灣海巡管轄權 國共有默契的聯手 把這件事情弄成像是台灣海巡的錯 房間裡的大象已經變成了哥吉拉 國民黨還繼續在裝傻嗎 拜託不要把大家都當成傻瓜一般 現在這個民進黨論調 看起來已經是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把它做成一個統獨爭議在討論了 首先我們來問一下 盛峰哥怎麼看 這個協商看起來沒有結果 第一個台灣有沒有裝傻 國民黨有沒有裝傻 我認為國民黨沒有裝傻 裝傻是民進黨 把事情搞成這樣子 真正的白癡的是民進黨 請這個姓洪的要搞清楚 不要老是出來這邊鬼扯 第二個 我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假新聞 我不認為中國大陸會提出 要把我們世衛執法人員 到中國大陸去做報告 而且假如談判會提出這種理由 那也是白痴理由 因為這是一個根本不會存在 之前就在雙方 這個多成是何等嚴重的事情 提出這個理由 我認為這是一個假新聞 我不想說新聞從哪裡來的 也不是要哪一家去報這個獨家 然後就被人家拿出來這樣的講法 因為這是一個雙方 不管過去依照哪一個協議 或者雙方不管依照哪一個站 從來不會有這樣的要求過 這個要求不要說 大陸提出台灣不會同意 這全世界哪一個國家提出 會同意的 因為這是標準對你的 之前的一個挑戰 所以我一直認為假如在這個部分上 然後要來轉移焦點的話 那是一個大錯特錯 那麼再過來就來看看 國安這個密貌名的國安人士 有沒有講錯話 沒有講錯話 有沒有講錯話 也講錯話 沒有講錯話的原因是 這本來就是一個執法的事件 中華民國政府的這一個海型船 執法有記 是執法有記 對山路船 這是執法有記 那執法有沒有適當 所有的問題是在討論執法適當 所以這是一個華麗問題 有沒有錯 沒有錯 但被搞成的政治問題 這問題在這裡 不是華麗問題 不是政治問題 是的 是被搞成的政治問題 被誰搞成 就被跟疫情裝傻的白癡搞成的 你不覺得今天立法院 那個管閉庭在上面的 講話的那個樣子 不就是一直笑笑的 然後幹進天下的壞 講幹進天下的 不應該幹的事嗎 那為什麼變成一個政治事件 因為事情發生之後 我常常講 中國大陸也有20幾個小時裡面 是沒有表態的 因為不曉得發生了什麼事情 是台灣這邊不斷的落底 落底 落到最後人家判斷 原來是你有問題 人在你的身上 船在你的身上 20小時你們沒有辦法告訴人家 這一艘船這些人 犯了什麼樣的罪 所以當然是執法師當 所以執法有記 但是標準的執法夠當 執法師當 那這時候我們還在那邊 扯東扯西 付出的代價是什麼 付出的代價 就是我們的治錢被沒收 我們在金門海域的治錢 以後還會有嗎 不會有 真的 這個東西本來不需要這樣子 也不會成為這個樣子 執法師當就執法師當 最好像開車發生了意外 阿能扯到米島町 就是扯到米島町就對了 扯東扯西 扯出這麼多的問題 所以法律事件 已經變成了政治事件 而整個的報告裡面 既然對於整個的 這個執法不當 大家避而不問 對於執法的作業規範 要露營 要照相要看什麼 大家視而不問 對於要追的船 必須要保持距離 然後用什麼雷達監管 大家也都不距離他 然後鬼扯一堆 這個不是裝傻不然是什麼 不是白癡不然是什麼 今天其實我看到了 就是綠媒的報紙 他對於這個驚嚇事件 他是完全你在第一版 第二版第三版都看不到 他是一直到第四版 才只寫小小一塊 就講說今天藍綠要 假動這個事情 他是刻意在淡化 所以包含了綠營的媒體好了 或者是說綠營的委員好了 就都在試圖要把這件事情 給低調化 讓你不敢再討論 不敢再講 你如果再講的話 你就是站在中國大陸那一邊的人 已經開始不許大家聊這個話題了 我們來問一下上工 當然發生這件事情以後 大概上個月總府院黨 確實為這件事開過會議 他們也希望儘快處理 淡化處理 當然事情的演變越來越複雜 他們也希望淡化處理 當然基本上最簡單一件事 就是在自權上面或是在主權上面執法 我相信毫無爭議 大家都不會有太大的爭議 而且也支持在主權領域裡面去執法 我相信大家也都沒有爭議 如果說我們連這一塊都放掉的話 無論是哪一個黨 包括國民黨說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或是民進黨所說的 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名字叫中華民國 如果我們這一關都撕掉的話 兩黨以後都沒話講 都沒得講 當然有沒有所謂的要求四個人去接受訓問 等等的一些這個事實 當然我覺得到今天為止 就好比我說 海委會有沒有一個完成的行政調查報告 把來龍去賣說清楚 包括連現在這一個方面 在協商過程當中 看到的似乎都是一些片段的致詞 他到底完整的協商 到目前為止進展是什麼 目前為止你也看得到 都是守口如品嗎 協商人有出來發表任何意見嗎 沒有 都是周邊人 都是周邊人 所以現在就是說 很奇怪的一件事 發生這麼大的事情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的部會 或是真正在執勤的單位等等 都沒看到任何一個人公開出來 去說明整個事件的原委 都是片段 都一直都是片段 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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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號發生的時候 其實金門方面第一時間 他都有通報給總統府跟國安單位 為什麼第一時間要通報給總統府 國安單位 就事情嚴重了 不然我怎麼會去通報 而到目前為止 所謂的國內的完整報告 包括連線階段 在協商的過程當中 我們都沒有看到一個人 具體的出來告訴我們 協商的時候到底正義在哪裡 什麼在哪裡 而都是一個周邊放話 周邊放話就整個都會 對國民黨產生極度的不利 都是這樣搞 都是這樣搞 你去問國民黨的 今天在委員會的立委裡面 有哪一個不支持海巡執法的 沒有 大家要探究的是四件真相 四件真相原委 我覺得現階段海尾尾海巡 跟整個事情 沒有一個很完整的 導致於今天在那邊不斷的爭議 誰最倒楣 是那四個海上隊員最倒楣 他們現在承受的是最大的壓力 因為所有在炒半天 包括金門地檢 在偵辦等等的過程當中 這四個人都變得壓力非常大 就不能把事件說明白 說清楚 讓這四個人不要承擔 這麼大的責任壓力嗎 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 替我們的海巡人員去著想 而不是一直在喊我支持海巡 我支持海巡的時候 讓這四個人暗暗的去承擔 這麼大的責任 好 蔡委員 我們回想一下 這個媒體的報導 我也不講別扯別的媒體 就以DBS而言 這個事件發生以後 一開始我們海巡署講說 那個船在逃逸的時候 轉彎過大 反覆 後來等到大陸的生還的這兩位人士 回到大陸以後 說說被撞 後來我們也看到影片的船 確實檢察官也好像有秀書 船有被撞的痕跡 對不對 這個事情才會演變到 到今天這個地步 這裡面就問 這個船有沒有被撞 這個船有沒有翻 所以這才是 我是覺得問題的增減 問題是我們海巡署到目前為止 當然是他們的主管單位 叫海委會 海委會一直想要把它淡化 避重就輕 當然我們也希望海峽兩岸的 這種氣氛要淡化 但是淡化的前提是什麼 你不能亂扯 你不能不講實話 也就是說你必須得講實話 你講實話說 兩方這時候我們再來談 這個是不當或者適當 然後再來談 這個責任我們要怎麼處理 要怎麼去散後 這些事情你如果說 合理的把它講清楚 講明白 不要講謊話 事情很快的就會收了 所以現在又有的媒體去扯說 要把我們的海巡署 軍隊員送到那邊去 要怎麼樣 政府一不應該出來把話說清楚 有沒有這回事 你講有沒有這回事 有 我們當然不同意這個四個 我們這主權的問題 四個隊員怎麼能夠到大陸去講清楚 如果沒有 那哪這個媒體你要出來講清楚 先報導的這個媒體要講清楚 換句話說 言而總之 我們就希望 我們兩岸的人都希望看到事實的真相 也都希望不要有人在鬼扯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州馬上回來 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主持人宅軒 馬上來歡迎一下這個階段加入我們討論來賓 耶魯政治學博士郭正亮 大平安 台大政學系教授院舉正 宅軒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前大使借文集 宅軒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我們看看現在這個撞船的事件 就是因為這個管閉林他不滿說 為什麼報告名稱要改成撞船呢 他說這個是中國想要這麼改的 雖然是海巡署改名字 但我絕對不是把責任推給了海巡 而是這個撞船事件 是大陸最想要用的名稱 所以他覺得說改成撞船 這才符合大陸的看法 那我們看這個彭P他的解讀 他說感覺這個驚嚇事件 背後有小英的密令 應該是蔡英文直接下令給管閉林 然後要開始用這樣子的方式來處理 就是說不可以叫做撞船 因為這是大陸最想要用的名稱 這件事情一直卡著 就是感覺好像始終沒有交集 兩岸萬一因此就是撞車 在這邊這件事情上糾結 恐怕才是真正的麻煩 聯合報這樣子解析 他說當蔡政府與管閉林 我們今天乍看一下 我還想說這兩個我還差點分不出來 長得還真像 猜猜看哪個財事管閉林 怎麼長那麼像 然後好 他們現在在撞船一詞上面 寸土不讓 也必須要留意兩岸情勢緊張 看似不起眼的火花 可能會讓這個局勢升級 撞船一事如何善了 在兩岸大局當中 看似是個小麻煩 但是處理不好 可能會變成兩岸火車對撞 才是真正的大麻煩 那我們看這個大陸的政協常委 他們也提到了 就是說賴清德上任之後 做出較為破格的舉動可能性不大 若真如此 台灣內部也會反彈 美國並不支持 大陸也會制止 除非賴清德是發瘋了 否則是不會去碰觸一個中國的底線 今天也看到這個 上海復旦大學的教授沈毅 他有一個新的PO文 他提到了 他說其實 1954年台美共同防禦的協定 就是台澎不包含金馬這些離岸的島嶼 1958年在打金門的時候 美國的護航 但當解放軍開砲打蔣箭的時候 美軍跑了沒有還擊 1958年解放軍在海峽中線遭遇美軍 市有挑戰的 所以才有了繳索一詞 那繳索其實是毛澤東的一個策略 就是依照大陸的講法 繳索策略 他們說在當時823的時候 他們就是因為有這個 砲擊金門的事件 那他說現在 後來決定用這個繳索政策 就是把金門作為一根繳索 然後留在這個 就是留在台灣手上 留在這個老蔣的手中 然後也可以鎖住干涉 中國內政的美帝國主義 這是他們當初的一個用意 可是事實上在823的那個時空 大家也知道 就像是他們有一些大陸網友 也會講到 他們的局座 這個趙中局座 他們過去曾經激動的哭了 就是因為 其實在那個時空 大陸的海空軍實力還不足 所以他說台灣海峽 一直是被台灣方面封鎖到1980年 那當時他以前還在這個節目上頭 曾經說 我們解放軍收了多少的窝囊器 才有今天這個海軍新的這個局面 所以反過來說 大陸也不是以前的大陸了 也不再是那個1980年代的這個軍力了 現在這個時空恐怕這個繳索政策 是不是才是真的要開始動作起來的時空呢 你看到現在這個復旦大學教授沈毅也特別提到了這件事情 除此之外 這個海監船8026號也進入到了金門海域 在進行執法跟巡邏的行動 還有大膽島附近有很多艘的漁船 已經開始都在這附近了 每天都會看到有一些更新 就是在這個中國大陸不認同進線海域之後 每天都會有一些海監船海警船 甚至是漁船在這些海域當中出來 也就是已經變成了一個常態性的情況 那此外我們看看這個渤海跟黃海這邊同樣也是不平靜 這個一直到下周日都化為這個禁航區 應該是遼寧舰要進行海事 從今天下午的4點到下星期日的下午4點 這個地方要變成一個禁航區 禁止船隻進入 那遼寧的海事局 就是發布了這個消息 人家講說應該是遼寧舰完成維護之後 要進行出海的測試 那對照一下 現在菲律賓的外交部次長就講說 我們非方正在研議 跟這個印度 日本來推動三方的安全 跟經濟協定 新條日報的報導說 這個美國的海軍神盾驅逐艦 這個麥坎貝爾號 他們現在也抵達了日本美軍橫須赫的基地 要重返第七艦隊來作戰 那現在看起來已經完成了現代化升級的作業 能夠有效的維持美國在印太地區的赫阻戰力 駐日的美軍在這個加首納基地這邊的 這個他們說18連隊現在正在換裝新一代的戰鬥救援直升機 這個快樂綠巨人二世 並且在2月27號完成首次的試飛 這也是第一次在印太地區展開的飛行任務 所以有日本的學者就日經有報導 他說我們現在日本應該要思考非核三原則 實施這個核武共有 還有加入AUKUS以及思考最佳的國防戰略計畫 也就是說好像因著金門事件 這個日本也跟著就說 我們釣魚桃這邊我們也要升級 我們所有的這個軍備 也要感覺上面好像要備戰 要應對中國大陸的威脅嗎 那現在這個情況我們問一下 亮哥怎麼看 亮哥這個事情就是撞船 管閉靈不接受 這難道是小英的密令嗎 我不知道在立法院有沒有做決議 就立法院是不是做出撞船這樣的認知 因為管閉靈你不認為是撞船 我不知道為什麼撞船會有利於中國大陸 我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因為船體確實有撞痕 連肉眼都可見 因為2月23號大陸的家屬過來看 就有拍了很多船的照片 有撞痕不能講撞船 不然要怎麼說 他今天還在答詢的時候說 海巡署那個記者會 叫做漁船碰撞 他說漁船碰撞不是撞船 天啊 我現在才知道我的中文程度不好 我分辨不出來 漁船碰撞 不是撞船 撞船是主動的 漁船碰撞是沒有主動的 可是他撞船也 高精也沒有說是誰撞誰 對啊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我認為 莫非心裡有鬼 不是 我認為他是要那個新的標題 因為新的標題有取締這兩個字 其實這個才是他要的重點 因為取締就代表政府管轄權 我認為民進黨事實上這個議題 從頭到尾就是要凸顯管轄權 那有的人當然會上綱到主權 那這個絕對不是管閉靈一個人的想法 一定是國安會 包括蔡英文 包括賴清德 包括邱泰山 那也包括 跟民進黨輿情部有密切互動 就是哄上討的王定宇 他們都是知道的 不然不會那麼一致 民進黨在處理這種事情 不可能各吹一把號 所以你可以甚至看到 王定宇的那個連續的臉書 因為他立委他講話空間更大 他今天甚至指控 這個很嚴重 他指控大陸的談判代表 說要把海巡人員 帶回去大陸審判 這個很嚴重 王定宇你如果 如果管媽知道這個事 為什麼不公開出來抗議呢 對不對 我的意思是說他一直在強調 這個也是管轄權的問題 這個就推到極端了 我覺得這個才是 他們想要搞的議題 剛剛製作人補充 就是說管閉靈 今天在立法院的時候講說 海巡登檢就是持續碰觸的過程 就是他是因為登檢 所以他一直 大家碰來碰去 碰觸會撞 船會翻 你做夢 他現在改叫 我叫碰撞了 撞這個字不見 如果船那麼容易翻 那照船夜早就倒光了 怎麼可能 現在改叫碰觸 碰觸 碰觸會導致 沒有 撞這個字已經不能講了 他叫那個記者摸他體溫 那是真的碰觸了 碰觸會導致翻船 我第一次聽到 這個這個 我跟你講 反正民進黨就是要搞這個 搞這個方向 可是 有人 有人死亡這個是萬國公罪 你就是要究責 全世界都一樣 非法越界 罪該死嗎 這簡單講就是這樣 大過年 就好像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廣大新也越界 結果被菲律賓海巡打死 因為死 只要是重傷以上 你菲律賓就要給人家一個交代 他也是越界 而且他越的界是 國際公認的海洋的界線 你這個驚嚇水域 還是單方聲稱的界線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如果連這樣都要來混淆 我覺得你這個政黨實在是 反正一切都政治化 就是意識形態化 可是 我覺得他就是看到 大陸現在在開兩會 所以也不會迅速升溫 兩會大概開到10號跟11號 之後呢 之後你怎麼辦 你對得起我們金門的民眾 他們以後生活 是不是會在一個比較大的困擾之中 還有金門的漁民 甚至還有 駐在金門的3000部隊呢 他們是不是都要處於緊張狀態 你們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就只考量你政黨的 政治意識形態 就一樣往這個方向帶 我覺得今天國民黨 黃建豪講得很好 他說這個漁船碰撞的真相 這是一個問題 那至於管轄權兩岸的糾紛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你為什麼一定要把它混在一起 這個就是你故意的 是顯然是故意的 那這個情況會往上走到哪邊 坦白講我不知道 可是 往上走是你承擔得起的嗎 黃定雲還主張開炮 簡直笑死人了 來請教杰老師 這個就是說 這個事件的本質真相 其實最主要是管閉林 他們那邊講法變了太多次了 一開始到中間到現在 就不斷的在變 對不對 撞傳其實有這個差狀 事實上是地檢署的檢察官 第一個講出來的 對不對 那個是第三方公正的司法單位 講出來的 後來往所謂的過失致死 這個方向 那管閉林也都自己講了 他說這個表示不是故意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的話 事實上的話 最大問題就變成就是說 到底你們對於真相 為什麼前後就這麼樣不一 然後說是因為大陸想用撞傳 你就不用撞傳 這個是不客觀的 對不對 那你不能說別人說的 今天這個做 你就硬是不要用這個名詞 這個我覺得不是一個面對 事情真相的一個態度 不過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做法 基本上是讓這個案子 會繼續延燒 而且它的後果會不斷的 會變嚴重 不管怎麼講 這件事情目前這個 蔡英文他們這個處理的方法 就是往這個方向帶 那我一直開始就懷疑 為什麼一定要往這個方向帶 我們都知道這個結果 對不對 現在社論都講了 就是說你撞傳比最後兩岸撞車 哪一個比較嚴重 那問題就變成你現在是把 要顯然是不在乎 顯然是要往兩岸撞車 這方向去帶 那這個時候當然就是說 像沈毅講的這個什麼 這個金門是一個繳索 這個歷史的這個狀況 其實我們很多人都忘記 像我們是比較經過那個時代 我們知道 即使美國是沒錯 他當時他就是希望 老蔣放棄金門媽祖 所以中美共同防疫條約 事實上它的所謂的 它的所謂涵蓋的範圍 當時就不包括金門跟媽祖 那所以就變成 中國大陸那個時候 適用金門媽祖 沒有錯 用繳索這個戰術 那可是對於獨派來講的話 事實上金門媽祖 本來就是一個不必要的 跟大陸的一個聯繫 我們過去多年 常常聽到獨派就是說 金門媽祖應該放棄了 對 這樣台灣跟大陸 就沒有期待聯繫 那所以就讓我們這個懷疑 你為什麼要把這件事情 鬧得那麼大 然後你如果 難道說你真的想 金門媽祖是不要了嗎 對不對 那所以就是說 我覺得就是說 現在看起來 我認為這個已經不是 一個案件的處理 而是在兩岸之間的鬥爭 而且是賴清的準備接 行政部門的這個之前的 兩岸的一次怎麼樣 一次大的一個對決 我覺得基本上就是說 這個有策略 就民進黨他們的一個策略在裡面 也就是不惜借這個事件 跟大陸進行怎麼樣 進行硬鋼硬碰的這樣子一個做法 測試中國大陸的底線 另外一個 也擺明了不計較後果的 擺明不計較後果 所以我覺得現在整個操作 就變成就是說 我就這樣幹 然後我們國內在台灣 有人質疑民進黨的做法的話 一律戴上紅帽子 就跟王定宇就說 他那個中國國民黨 前面中國都打個括號 他認為國民黨是屬於那邊的 不是屬於台灣的 所以他們的策略已定了 那麼也不怕兩岸發生衝突 所以我們就說實話 在他們這個做法這種 根本連立法院都當作一個 當作空氣的做法 那我們就可以只能說 我們就靜待後面的發展了 好 請教育老師 對 我現在首先要強調 彭文正講的話 彭文正先生他做的兩件事情 對蔡英文做兩件事 跟我都有關 一個就是蔡英文的論文問題 在美國的時候 不斷發生 因為這個我本身也是教書的 過程很辛苦 另外的話就是 他今天講的這句話 小英下令要管閉靈 現在這個做法 彭文正拿出證據來 我太需要這個證據了 為什麼 因為在這種情況之下 崩在這邊 情勢一定會升高 插槍走火 出人意料之外 會發生這種事情 難道要逼著金門人去搞獨立嗎 金門人本身何故 平常我在聽到那個 小董說真話的時候 他常常講句話 我非常非常感觸良多 他說講到戰爭 沒有人比金門人印象再深刻的 沒有錯 他本身就是屬於這種環境 那台灣人怎麼可能夠避免掉這種事情呢 你講的是什麼話 你有什麼想法 那種事情前前後後 我跟你講我心裡有一連串的 為什麼 已經不但是一個意外事件 是一個政治陰謀 是個政治陽謀 現在變成一個 我們都要找尋答案 現在彭文正給出這個答案了 如果小英有下令 那麼為什麼小英要這樣做 那你要搞清楚 我自己今天跟我的同事在聊天 我認為只有美國出面表態 公開說一句話 才能夠壓住這股狂潮 否則這個要拖多久 請大家不要忘了 目前為止船扣在手裡 人的大體還在他們手裡 這個情況多久了 對不對 從2月14號到今天 原來二七三七都快過了 對不對 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另外我要強調一下 這個金門的歷史 這邊講到三個年份 古寧頭1949 然後1954什麼 是中美協防條約 因為1953年的韓戰結束了 然後1958年金門炮戰 金門炮戰我不客氣來講 可能是人類有史以來 最密集的炮戰 短短的只有半個 台北市這麼大的地方 挨了60萬發炮彈 大家了解 如果說是對台北市 60萬發炮彈的話 沒有一個人是完整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個時候 古寧頭直接打完以後 是大陸整個解放軍 在整個解放過程的 唯一次的敗戰 讓台灣有今天 所以說那個時候的話 這個角索角索 講的事情就說 算了 把他留在那邊的話 免得斷了來我 那接下來1954 在那個時候的美國人 根本就沒有 想到支持國民政府 請大家不要忘了 1949年之後 我們的蔣總統 根本就不是總統 下野了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之下 大家要稍微用歷史來談一下 今天颱風金馬是一條心 一起活過來的 生死攸關 不可以開玩笑的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州忙回來 觀眾朋友平安 歡迎收看TBS新聞大白話 我是楊潔秋 首先介紹跟我們一起討論 這一節大白話的來賓 第一位是資深媒體人 黃偉翰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立委 王玉銘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陳輝文 帶來平安 今天在立法院 當然重頭戲 就是漁船翻覆事件 其實我真的搞不太懂 大家中文的基礎不太一樣 到底方撞船跟碰撞 碰撞的不是船嗎 那碰撞的是什麼呢 是死島礁嗎 還是什麼 為了這幾個詞 今天真的是吵翻天 首先立法院最新消息是說 在攻防這一次的 翻覆事件的時候 陸方代表 雖然台灣的代表部分 回到台灣立法院來了 陸方代表 還是留在金門的飯店裡 全程觀看直播 看著管碧林報告的內容 那據這個獨家報導 聯合報的報導裡面說 他們認為沒有提到 是否撞擊陸船的關鍵問題 特別激動憤慨 認為還在硬拗 今天立法院當然是吵成一團 還沒有開始之前 先吵到讓趙薇翰安靜 來看看現場畫面 來看看現場畫面 大家喊成績 網美會一直喊什麼 要尊重啦 吵起啦 吵起啦 我看到聽到一聲吵 吵起啦 要說給人家說啦 這種的聲音最大啦 所以這樣的吵到底要互相尊重 尊重什麼呢 因為很基本的問題 光是第一題 程序誰先 什麼誰來先發言 然後再來就是題目的問題 從一開始 管碧琳他們自己把 立法機關所訂的題目 給改掉了之後 就引起了強烈的不滿 結果呢 到了質詢台上 仍然堅持沒有錯 看看這段質詢內容 他自己創改 我們這個專案報告的題目 這個報告是海巡署 呈給我的報告 不是我創改 我支持海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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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改題目 因為他們無法 那是海巡 你替你打這個指令 你把這個指令 騎到海巡的單位 沒有 那一看大家也知道 我可以他們打請委員 你兩次 請支支海巡 我們是支支海巡 我們全力支支海巡 你一趟海巡交點 你一趟海巡 你一趟海巡交點 你一趟海巡的信號 來拿來做你的理由 沒有 支支海巡的改名 需要你支支 真的支支海巡 請拜託 大家對於這個選舉 好像跳針一樣講 支支海巡 講了至少算算 因為很多聲音疊在一起 聽不清楚 算一算大概有十遍以上 他的回答就只有這個 改名字為什麼 因為支持海巡 沒有撞船跟碰撞 怎麼不一樣 支持海巡 到底支持海巡 怎麼樣才叫做支持海巡呢 高金素美在招委擔任了之後 召開的第一場 專案報告會議 內政委員會3月4號 排的這個專案報告 其中 曾經因為名字 修改篡改 立法機關 行政權侵犯了立法權 這種爭議上的問題 管碧玲還說他發了訊息 去跟高金素美道歉 甚至剛剛聽得到 也要不認 沒什麼事 還是很委屈的樣子 他說被立法院監督 是行政院的本職 不能讓海巡失去立場 願意承受指責 是我必須要承受的 但是高金素美就轟管碧玲了 請管諸位 先呱呱自己的鬍子 他是自己在直播記者會的名稱 用書面還有臉書更改 根本傲慢無比 同時簡訊裡面 雖然一度有說 對於說失礼 名稱的更改 對高金素美的表達 好像像歉意一樣 不是道歉 說失礼 可是後面一段就更是厲害了 他直接給高金委員的內容是 有很多原住民的員工 希望能夠得到拔拙 什麼意思 原住民的同仁升遷 需要拿來做交換嗎 是用來威脅委員嗎 那高金素美就批評了 這樣的內容 他究竟想幹什麼 因為本來對於 所謂有點致歉的意思的時候 他回答是上其量查 這件事情他可以接受 但代表的是個人 那結果呢 現在又沒有原住民拔拙 叫做邏輯錯誤嗎 有很多的抨擊 高金素美也不能夠接受 就變成自己回應是說 我自己有失禮的地方 但是不能讓海巡同仁失去立場 所以高金素美都已經接受上起量查了 什麼叫交換是邏輯的錯誤 他還是在嗷 他也覺得沒有錯 但高金素美是不是有一些現象 連蔡英文都說很特別 為什麼蔡英文曾經問過一個問題 在中常會上 怎麼強化經營原住民選區 他也特別提到高金素美 只有他組織非常綿密 而且在這裡的得票率 一直都屹立不搖 因為高金素美回答的是 回答人中常委是說 因為高金擁有的資源很豐富 那當然是個強敵 也就要用力的打啦 那民進黨也一直在痛批他 哎呀 只要跟大陸來有往來 有跟這個大陸的 不管台商團體或官方身份 去參加活動的話 就通通都是中共同路人 什麼刺裡爬外 還令人唾棄等等的 高金素美當然反擊 民進黨也有很多的縣市首長 去大陸交流 賣詩木魚 不管是文化或商業的交流 或者是縣市地方的交流 難道就通通都是賣台 都是中共同路人嗎 維翰 我們來看看 今天的重頭戲在立法院 當然馬上16次協商 有沒有機會登場 本來是在看今天專案報告 有沒有善意 看起來看得出來嗎 其實這個上禮拜 就開始大家在討論 就是立法院可不可以 就是他已經訂好了 專案報告名稱 卻被要來報告單位 自己把名字給改掉 以往你去查 因為資深的立法院記者 就去一個爬梳了 應該過往有過六次 就是說立法院提出的 一個報告之後 希望行政部門來報告 後來最後有改名了 他是自行修改的嗎 不是 就是討論之後 有過六次 要協手 就是說本來 對 包含這一次的 實案專案報告 好像韓國瑜院長也跟 民進黨一開始提出 那是協商 對 就是說名稱原本是什麼 後來有做修正的 應該有六次 但問題是名稱是什麼 沒有協商自己改掉的 會不會是第一次 看起來好像是 觀眾朋友很簡單 立法院的報告 邀請官員來 報告的時間跟名稱 立法院決定 行政院的報告 行政院的閣員 到行政院會去跟院長報告 他要什麼報告內容 立法院就管不到 對不對 我講一個簡單的 前瞻基礎建設 有的人覺得說一點都不前瞻 可是名稱怎麼來的 不是立法院 那是行政院的事 所以今天我是覺得 就是說如果海委會 或者是海巡單位認為說 這個名稱真的很有意見 應該要去做協調 你去講一下 譬如說現在正在跟對岸談 正在國家利益上面 我們是不是可以 就很簡單中性的講 金門洞214事件檢討報告 這樣就可以了 完全沒有撞船或者是碰撞 現在光是為了有沒有碰撞跟撞船 我看都已經吵了三天 因為碰撞是之前他們新聞稿就起過 那問題是你看今天管媽怎麼講 她說碰撞跟撞船是同一件事嗎 碰撞誰撞誰不知道 撞船好像我們把它撞倒 因為他們翻了我們沒翻 所以撞船就變成是錯在我們 好啦各種理由 但我是覺得說 我也知道說海委會或者是海巡署 現在有目前在跟大陸談判 已經談到第15次了 還沒有結果的一個焦慮 所以不希望就是我們的國會 形成一個錯在我們的 那個既定印象 我能理解 但是你要改這個名稱 或者是說你認為 不要用這個名稱來進行報告 你可以去談 你沒有先談 重點在這裡 所以會被罵 管媽自己都講 我概括承受 我知道這個過程 他的說法是海巡自己改了 我會覺得有點懷疑 海巡剛剛大豬大豫 你看那個丁學東委員就問他說 我才不信 一定是你叫他改的 幫你背鍋 但這羅生本 但不管怎麼樣是改了 改了以後 管辯林主委他也說 我概括承受 因為我支持海巡改 雖然不是我受益 所以你們要罵說 我們侵害了立法院的權力 對立法院不重要 對不起 那我就道歉 那道歉之後呢 傳了簡訊 這就第二段 因為其實觀眾朋友 可能不在認識 管辯林委員 他雖然常常在立法院會 有一些就是 發生衝突的時候 跟他有關 比如說像之前 洪秀柱委員 他甩包 那個對 掌裹事件的時候就是他 那因為那時候 他在後面抗議 拿了板子 然後洪秀柱委員 他在主持那個協商 那個是 教育文化委員會的預算 總協商在那個 全新樓的酒樓 就拿那個珍珠柑 一直去那邊弄 這實在拿 往後就丟 丟那個珍珠柑 他說管媽是說 丟到我的助理 所以衝上去跟她的理論 然後洪秀柱委員就想 不然你就 你怎麼樣 你想怎樣 你想打我是不是 他就真的打她的嘴巴 對 所以那個是掌裹事件 那當然是管媽 在衝突過程是這樣 可是最近其實太多人 都收到她的柔性簡訊了 包含媒體界 包含立法院的之前的立委的群組 他就是要跟大家說明 我們的海巡的辛苦跟哪裡 大家希望能夠支持 所以你看 因為他傳給高金蘇柑委員 這個內容非常清楚 第一個就是我改名這個部分 對你抱歉 還是說失禮 對 失禮 失禮 然後希望上起量查 高金委員回給他 就說上起量查 這個部分我接受之後 他又補了第三封了 意思就是說 對 這個招惠 我海巡單位有很多原住民的同仁 我都聲歉突然沒有卡過了 其實他不是拿來換 他實在等於是邀功或示好 就是我對於原住民 威脅 示好 邀功 因為他是 他不是說 他是說我都一直很有照顧原住民委員 可是他又沒想 他可能想要 我主觀判斷 我認為管媽是希望能夠 跟高金委員的關係拉近 就說你原住民立委嗎 那我這邊 我們原住民的同仁 也都是聲籤順利 所以我們大家可以當好朋友 我們可以談 我們可以溝通 他可能想說今天上場的時候 這樣主席會跟他比較好一點 沒想到 多說多說 就倒進尾 把他通不出來 那你就變成像 你想要拿來換嗎 所以他講說沒有啦 我沒有要換 這個是管媽他的作法 你不要看他 常常有時候就是 表面上講話都滿強硬的 可是私底下 他的手腕是比較 能屈能伸 對 他常常會有一些簡訊去 跟大家請託 希望拉近關係 不過這個簡訊 現在政壇流行公布簡訊 傳簡訊 還是小心一點 玉米 你覺得 委員今天在立法院裡面 這樣的攻防裡面 到底也沒有辦法展現進一步 因為本來大家以為說 今天的 有可能會有一定的結論 再來跟大家報告 那現在看起來 當然很難用這個結論 再進行下一次 第16次的協商 對 其實你今天可以看到 這個民進黨 這個管閉 他是用硬拗到底 這樣的一個態度 來面對立法院的監督跟質詢 事實上國民黨的委員很拼命 內政委員會 你知道他們幾點就到委員會門口了嗎 比民進黨早 他們6點07分 所有的委員都到齊 所以我們要肯定一下國民黨 我們的內政委員會幾位委員 就是非常有戰鬥精神 就是6點07分 全員到齊 然後就守在門口 他們要做什麼呢 他們所有的登記質詢 一定要國民黨的排在最前面 那另外一個就是 大家看到這個畫面有沒有 就是程序委員會的時候 我們要程序發言 所以你可以看到 委員在前面有好幾位 包括徐欣穎 徐玉珍 還有這個新的 我們的書記長 還有這個羅庭偉等等 都是我們的委員 搶在比較前面 那因為我們跟高晶 其實是密切合作 包括今天早上 我們還開了黨團大會 就這件事情怎麼 在內政委員會裡面 大家來做工訪 但是我覺得民進黨 他今天採取一個步驟 就是反正我硬傲到底 原來大家是希望說 今天至少有一個 到底是怎麼碰撞的 你要交代得很清楚 結果他告訴大家什麼 偵查不公開 我們現在都給剪掉了 所以現在就不告訴大家 真正的真相是什麼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到目前最扯的是 為什麼第一時間 海巡完全都沒有錄影 這件事情是完全說不過 這就是嚴重失職啊 你說這所有事件的原有就是 因為你該錄影而沒有錄影 所以導致現在各說各話 這個衝突 這個爭議繼續延燒 然後延燒到現在大陸對岸的海警船 三不五時 我管你進線區 然後就開進來 那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這個海巡有檢討嗎 管閉領生活海委會的主委 你有檢討嗎 你有道歉嗎 沒有 那他們現在就試圖把這件事情 就越弄越糊越好 最好是變成是吵架 就是那吵架反正就是 社會外界就說 那個五十大阪 就是大家在那邊吵 那邊吵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真正的關鍵是 我們要的是真相 你說海巡人員沒有錄影 然後你那個整個海巡船 沒有錄影 然後暗巡也都沒有錄影 那我們的海防不是很危險嗎 就是發生任何事情的時候 我們是沒有任何證據 可以據理力爭的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真的是很離譜 那另外講到這個管閉領 其實他是惹怒了高精 剛剛韋翰雖然說 他可能是好意啊 說什麼原住民 但在高精他今天長得大怒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知道訊息是 高經文非常的深 他覺得這根本叫做侮辱 他說我今天對你的要求 是基於招委的要求 結果你最後丟的那個簡訊是什麼 你是想要來交換 就是告訴我說 這個是原住民的委員 那以後我們可能 也可以升遷什麼 在高精的解讀 就是你試圖要交換 然後叫我放你一馬 那他覺得這個事情 是萬萬不可的 不可以是這樣子來處理事情 一馬歸一馬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你可以看到今天高精的態度 也非常的強悍 過去大家可以看到 高精委員看起來這樣子 美美的很柔弱 但是他其實在該強硬的地方 他是非常強硬的 所以今天在委員會 等於是高精對上了這個管病 但這件事情善了了嗎 還沒 因為真相還沒有出來 協商還沒有結束 所以我相信內政委員會 這件事情還會追到底 對啊 因為現在官方仍然是 沒有道歉 也不認為有錯 重點在這裡 真相是什麼 盧過去順過去就算了 輝文哥 這個王毓民委員沒有在內政委員會 這個國民黨六個內政委員會的委員 有五個是新人 那五個是新人 早上看到他們諮詢 因為是直播 我就拿滑鼠一直想快轉 可是直播沒辦法快轉 看他們在那裡諮詢起來很痛苦 都在看管碧琳表演 就被管碧琳電 因為你們沒 因為管碧琳他 你們電打不過他 除了高精之外 你們其他六個 五個是菜鳥 就是國民黨沒有把重兵 放在內政委員會 結果就會變成這樣子 這個柯文哲教我的 公布簡訊 通常是名嘴跟側翼在做的事情 怎麼會公布簡訊 所以偉翰我們簡訊不要再傳了 不然哪天偉翰幫我公布出來 他要公布簡訊 這很奇怪 那在這個是下午 換賴士寶去質詢了 管碧琳就知道死了 所以這個就告訴大家 這個僵是老的辣 因為你在那邊 你能質詢他嗎 就是當然也有包括 陸委會的邱泰山 他們兩個在賴士寶的逼問之下 他們兩個只好表示歉意 那你們其他人 諮詢了一個早上 你們也講不出個所以然 那在委員會裡面吵來吵去 這個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王美惠跟王玉民 都家裡人 他在那裡叫吵 我沒在那裡 對啊 你沒有 我是說王美惠跟你那個 在這個委員會是專題報告 其實兩個禮拜前 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應該是院會做專案報告 因為你做專案報告 他行政院長才會來 你在委員會就是有 管碧琳跟邱泰山 就把你處理掉的 不然就是請總統來 國情報告 很像國民黨基本上就是放棄的 就是說反正蔡總統剩兩個多月 也不太想質詢蔡總統的 就是磨刀霍霍對準賴總統 這兩個月是怎樣 讓蔡總統提早安全下樁 我不曉得你到底要 因為你去質詢管碧琳 這個錢秋我的意思是說 把焦點放管碧琳身上是錯的 因為他是海委會的 他海巡署的主管 他是海委會的主委 可是不是他決定的 所以官方朋友你要看說 當認知作戰已經這樣的時候 這個是國民黨的副主席 剛剛從大陸回來說 請問你是哪一國人 你看這個自由時報綠媒的 說你是哪一國的 你是哪一國的 你是哪一國的 你是偏台灣還是偏大陸 他就直接跟你認知作戰 剛剛兩位前輩提到 管碧琳專案報告這個 說管碧琳藐視國會 民進黨的回答是什麼 你要搞清楚誰是敵人 誰是敵人 當然大陸是敵人 怎麼海巡署 海巡署是我們自己人 一定是用二分法了 所以你現在去批評管碧琳的 你去質疑管碧琳的 你去這個 說海巡署你的執法怎麼樣 那你是誰是敵人 這民進黨的這樣的二分法 好不好用 很好用 這是一個認知作戰 所以我的結論是問大家說 這個案子有討論的空間嗎 檢察官有辦案的空間嗎 沒有 我就問金門地見署 你是哪一國人 你在哪一邊 你是要偏海巡署 還是要偏大陸漁民 你偏大陸漁民 你就是大陸人 對不對 那誰在批評管碧琳 你就是共匪 那我們要討論什麼 就不能討論 我們就全力擁護管碧琳 我要改變我以前的這個講法 懂嗎 機器 全力支持海巡署 不能批評海巡署 也不能批評管碧琳 我覺得這個 我已經可以預料到 金門地見署的結案的結果了 結果就是剛剛講的有碰撞 但是是他們自己翻的 海巡署海委會 都已經把答案寫出來了 我相信金門地見署 不太可能會超越這個範圍 管碧琳今天背巡的時候 有講了一句話 他說船上只有一支V8 那V8都沒有錄嗎 沒有任何畫面嗎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